大家好,我是五次班的女士 我是五次班的女士嘉宜 我們今天就很難表達到我們學校的 師兄姊姊姊姊 今天就問一些關於他們準備的事件 首先就問一下師兄姊姊姊 你們是讀哪一屆 以及讀哪一屆大學和什麼科 你好,我叫胡耀興 我是2015年的畢業生 現在正在讀哪一屆大學 我是胡耀興 我是2015年畢業 我正在讀哪一屆大學的英文和教育相學 我是學科系 我是一三年畢業的 我是學科系學科系 之前來讀哪一屆大學的歷史 當年是怎樣準備 你們有DSE考試考 SLP和AEAE 先說一下SLP 這兩件事就是中午的時候準備 可能是中午的下學期 但其實你在高中之後玩的活動 和你得到的獎狀 都應該要清楚地擺好 然後等你去填這個SLP 或者OEA的時候 就可以對照 清楚地根據近致遠的活動 或者你得到的獎項去填那份表 還有呢 就有個Personal Statement 你就是要寫給大學 去看你玩了什麼 還有你拿了什麼獎 和你學到什麼 在考試方面 我就很建議 做不同的圖 都可以準備一些 因為在未來的幾年 都可以追上去 其實這個Personal Statement 大多數都會有機 是會幫忙回來 以往的Personal Statement 所以都很建議 如果有時間 試一下 2012年 做到 2019年的時候 就看回景色 它的圖案是怎麼走開 或者它裡面的圖案 它是需要遇到一些 什麼字 或者一些什麼 鍵點 才會得到分數 為了準備考試的話 很容易計算 你可能還玩了多久 你可能會遇到其中 然後就在考試之前 我想想 你應該將環環的時間 其實在環環的時間 倒轉 就是一個比較好的 所以我會選擇了教育 我想問 當初是可以選擇BNA 但這個不是要最熟悉的 我就是讀英文和教育 雙學位 我比較特別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已經想好了 是上早一個英文老師 所以我一直的目標 都是 英文和教育雙學位 然後我就擺在BNA 我就成功入了 但可能 這間大學 就不是最理想的那間 但我覺得 如果這個是你的理想 你就應該是 想著這個目標去進發 譬如我進入了這個 雙學位的課程之後 其實我也有很多去 外國交流的機會 譬如我在二十二的時候 我又去過澳洲 讀英文 而在二十二的時候 我也有去到加拿大 去做一個交流 我就覺得 是 看你怎樣去 即使是 入到理想的課程 也要看你怎樣去 換用你這個大學的時間 去多學一些你想學的東西 歷史來說 是我一開始 最想讀的 只是 不過是否 第一個 最夢想的 學位 其實也不一定 但 不知道為什麼 會讀加拿大學 其實都是 這四年讀書之後 我再回來 讀加拿大學 所以 我覺得 也不會說 Drupal 那一刻都想到 你人生以後 還要怎樣去 其實 我在選Drupal 的時候 其實 教育這個 不是在我的 旅程中 也不是在我的選擇中 因為進去的時候 是 學位 學位 但是 經過了 即使練 轉一轉路線之後 就去了 教育的 教育 這個 部門 我覺得 其實在選Drupal 這個過程裡面 可能有機 就是Band A 可能出來的結果 不是未如理想 或者 有機 不是你的 心目中的科目的時候 其實也不需要太過氣餒 因為 在大學的時候 也有機會 可以給你 轉去其他科目 或者 有機法國科目 其實你自己 都是對這些科目 有少許興趣 而 只不過你自己沒有發現 因為這個學期 就是 月潔 我就是想 你們給一些 鼓勵的詞話 給我們中四中五的學 我覺得 讀書是不會太遲 永遠 讀書也不會太遲 如果大家還來中四中五 千萬不要說 你因為過去的成績低 差了 就被自己說 自己讀不到書 不想讀書 一年的時間 可以有很多變化 不要限制自己的可能性 雖然可能 中四中五 可能有些過程 裡面有些可能 比較難 或者比較不明白的時候 其實身邊有很多人 都會支持你 或者幫助你 但其實大政的事情 比較重要的是 你自己都要主動去找老師 或者找同學 或者師兄去幫忙 其實我們都很樂意 去幫助你們 如果你們不懂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 主動去問一問我們 或者問一問其他人 我就想用一句說話來作結 就是work hard play 就算你中五是玩很多活動 你可能是搬入一些重要的角色 例如Happy Man 可能是SA的主席 也好 但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 中五的結束的時候 你要利用這個暑假的機會 去找你有什麼是不懂的 去到中六的時候 一來就可以問回老師 二來就是鞏固了你學到的東西 還有最重要的一句就是 你可以玩得很瘋 但你還是要應徵去準備這個公開試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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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先用整個批植馬